修士喜事几十载 整首半首可流放 文化大国一传承 山歌小民破天荒 不久前 湖北广水农民诗人蔡诗国收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书 至此蔡诗国兄妹四人已有三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湖北广水地处厄域交界处 金楚文化中原文化交汇 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自然景观为文人归豪提供了丰厚的原始素材 走进蔡和镇许店村 蔡诗国正在田间劳作 偶然灵光乍现 他便放下农具赴诗一首 蔡诗国打小便爱作诗 农忙之余心有所感便记录下来 弟弟妹妹也深受其影响 如今已成为有名的蔡氏四诗人 兄妹四人先后出版诗集三十余本 我写诗从1977年开始 那时读高中的时候 当时老师要我们写新的体会和散文 我就写了一首 当时曹老师看了以后 诶 蔡诗国历史秀的写诗啊 明天在会上 你朗诵一遍 从那以后写了第一首诗 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坚持了47年吧 乡间的四十美景 村内的坊间建文 周遭的生活变化 广袤的乡村大地 给予蔡诗国无限的文学下想 几十年来以诗为伴 如今有所感悟 她便能脱口而出 眼下 蔡诗国正在筹备出版长篇叙事诗 《广水历史名城》 诗画 明朝建观扬连 这是她创作诗画古典融入系列的第三篇 她沿用广水民歌小调形式 在留存古典艺运的同时 赋予古老故事 全新的文学空间 你看我的九国 这本九国就是九国故事 九国故事我改成的全部是世子柱 我擅长写世子柱 这三本城市都是世子柱 所以说我的这些小诗 尝试 特别是这个五十年的这个历史的变迁 还是社会的变化 还是这个乡村的变化 有办法 于蔡诗国而言 作诗不仅仅是文学创作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她与亲友的书信里 每封信尾都附有一首诗 如今用社交媒体联络 作诗 回诗也占据着聊天记录的一大部分 不像现在有手机上 都是书信往来 写信的诗都附带诗 我们基本上子们三个都是书信往来 现在是网络往来 都少不了诗 如今蔡诗国创作出版的 大门诗来的 搞不出版的 也就是绣里搞 我打诗 中国萧军研究会 湖北省作家协会 也举行了农民诗人蔡诗国诗歌作品研讨会 蔡诗国被评价为新时代 坚守农村诗歌创作的优秀代表 与地方民间文化忠实的收集者 整理者 还是要坚持我的道路 有灵感 还有记者写下来 你没写的诗诗 我都蹭在那里 你出了几本 将来是什么时候 人敢换到你一桌半桌 一手半身 也是对我这个人 一个人身的任何 第二个死亡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